你好,欢迎收看1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为了保存台湾林业历史文化价值增加花莲观光吸引力 林物局花莲林馆就从107年启动花莲鸾山首到再生计划可行性评估 举办公听会,也获得部落会议通过支持这项计划 而这三年当中都迟迟没有下文 为了延续这项计划,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生促成之下 原住民委员会的主委一将拔洛尔,9号来到了水源部落会刊 听取林物局进行简报,共同重启延续这项计划 2021年11月29号,行政院中委员张景生来到水源视察 并且召开兰山首到再生计划居民座场会 会中张委员不断地表示会全力的支持,保证一定会负责促成 而在2022年1月9号上午,原委会主委将保若也来到水源村 进行听取林山首到再生计划现场会刊 来了解所有的情况,包括新闻下长吴梅贵 新闻下面代表邱辉英,水源村长洪明辉 水源社会发言协会理事长张根生和部落主任们 来共同进行会刊 因为这个兰山计划是 最近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我们行政院张景生政委 他有一个构想说要在东部要找一个兰山的地区 有一个叫兰车的规划来做建设 后来看了很多地方,因为他认为兰山这个地方 兰山做兰车的整体规划是一个,他有他的潜力 所以其实林务局他们已经进行了大概一两年的这个规划 那也跟部落做过讨论 那我想今天,因为最主要是这块地 将来要开发这块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所以我就特别请我们林务局花莲领馆处来跟我们做一个会刊 那也跟我们的同学一起来实际会刊 那所以未来这个开发案 原民会可以协助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会刊的一个目的 那我想我们会刊完以后呢 我们会持续跟林务局做后续的这个规划 原民会主一家保留地表示 花莲县兰山所到的设计划 一个月前新政医院中委员张景森召开各部会来说明这项计划 由于土地面积都牵涉到原住民主保留地以及法令相关问题 实际了解之后也会继续和林务局以及各部会来进行协调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共同来为所缘部落发展来努力 记得节奏 这个官启油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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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